转载四百家号作者 笔幕与第二十四张容年兵 德家人一触火焰升起 画了一道红光在空中一闪而过 浓郁的香气随之迸发出来 哇 好香 好香 老公 我要吃 一道身影蹦蹦跳跳 的冲向红光闪现的地方 好了 小心烫 容年兵有些无奈 看着冲过来一把 将烤肉抓起来就看了女子 猫猫 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跟着小孩子似的 另一个女生想起 一道身影出现 在那拿着烤肉的女子身后 把手里蹲的盘子递给她 这名女子的红色长发披散着 绝美的胶颜上露出几分无奈 风雨姐姐 你也吃呀 真的好好吃 老公都好久没有心思做饭了呢 太不像话了 今天要惩罚她给我们做一天 我还要吃九星神龙兵云饮 凤女看向容年兵 容年兵正一脸褚腻的看着猫猫 凤女走到她身边 拉住她的手 她最懂她的心 她当然明白 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决定给大家做饭是 被时空乱流 拯走之后 容年兵就一直在神节委员会 和唐三一起忙碌 确实是已经有很久没有给他们做饭吃了 容年兵今天很反常 虽然她表面看上去没什么不同 可凤女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念兵 凤女轻声道 容年兵眼含深意的看向她 今天我只想给你们做一天饭 我可是准备了不少好的食材 猫猫 慢点吃 待会儿就给你做九星神龙兵云饮 嗯 还有我的 一品面食 今天我会大显身手忧 我最近研究了空中小鸠片 味道比以前更好了 哦 还有 我准备了一种特殊的香嫩火锅 蘸料用白醋汁 你肯定没试过 白醋汁和香嫩火锅搭配 特别鲜美 好啊 好啊 那我去叫几千门兜来吃 我现在就去 猫猫啃着烤肉转身就跑 念兵 凤女再次轻唤一声 你想吃什么 容念兵微笑的看向身材心肠的凤女 凤女张开手臂将她抱住 不去看出岸上的七把菜刀 我什么都不想吃 我只是有些担心 这次 是不是很危险 容念兵轻声道 怎么会呢 你就对你老公这么没信心吗 好歹我也是一位 冰火魔除幽 凤女道 你如果真的有信心 就不会如此刻意地表现得很冷静 不要隐瞒我好吗 我知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不去做的 我只希望 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心中要记挂着我们 为了我们 你一定不能出事 你是我们这个家的顶梁柱 是全家的天 容念兵的眼神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轻叹一声 搂紧了凤女 他身前桌岸上的七把菜刀 产现出不同的光月 就像他此时起伏不定的心情 我曾经是情绪之神 老知道 我依旧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对不起 凤女 让你担心了 凤女轻轻地摇摇头 我们是夫妻 无论有什么事 都应该由我们共同分担 你不要总是承受太大的压力 那样 我们所有人都会心疼的 容念兵微微一笑 抚摸着他的长发 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危险 只是 这一次如果输了 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自我 甚至任人摆布 很可能永远没有自由 你知道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自由 原本我就是要带着你们去遨游宇宙 去感受宇宙的奥妙和美 所以才会将情绪之神的位置传给语号 可谁知道造化弄人 竟然说了这么多事 现在我们只能全力以赴 为了你们 也为了自由 我是一个厨师 最讨厌的就是战斗 我这七把菜刀 已经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出动了 可是 这次 我不得不动用他们 家里这边 还要由你来安抚大家 生命危险 肯定是不会有的 但这次 我会建立一拼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输 一定要拿下主导权 为了如此 战斗结束之后 我们才有自由 我们有我不有天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句话 放心吧 无论怎样 我都会帮助唐三 一起冲过这道坎的 正在这时 几道窈窕的身影从不远处走来 猫猫一旧是蹦蹦跳跳的走在最前容颜兵看着他们 眼眸中不禁充满了容情 猫猫身后是曾经的生命之神卡 奥和死亡之神天香 是站在他当初的那个世界顶端的强者 跟在查奥和天香之后 都是容颜兵所在的那个世界 奥拉帝国的宰相 有智慧之女之称的陆恩柔 当初在落手手中 容颜兵可 是没少吃亏 在最终 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在之后是风女的亲妹妹兰臣 他和容颜兵在一起的故事也是无比神奇 从一开始的彼此对抗 到后来走到了一起 走在最后面的是木精与龙领 他们和容颜兵之间 都有着一段美妙的故事 他们性格各不相同 但无一不是人间角色 悄傲笑眯眯的走到容颜兵身边 道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去战斗吧 家里有我们照顾了 天香也点了点头 微笑道 放心好了 有我们姐妹在 没有谁能欺负得了大家 不过 如果你说了的话 回来就要每天给我们做饭 容颜兵时笑道 是 我的女神们 洛恩柔来到容颜兵身边 将一个竹箭递给她 这是我想到的一些对策 希望能帮到你 智慧之女可不是白叫的 从她疲惫的眼神中 容颜兵就能看出 为了这些对策 她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以落柔的心性 若没有一定的把握 她肯定不会把这个 邪由对策的主姐拿给自己的 猫猫猫然的看向周围的姐姐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公 要去做什么呢 容颜兵揉揉她的头 没什么 只是去玩而已 哦 老公 赶快做饭吧 我们可都饿了呢 好久没有吃过你做的饭了 容颜兵哈哈一笑 没问题 今天我就做你们的厨师 一定让你们吃到爽 来 冰雪女神的叹息 陈鹿刀 说着 她用手一挥 一道灿烂的蓝光闪现 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凉了 一把修长的蓝色系刀飞起 淡淡的冰雾散开 冰雾若隐若现 就连容颜兵自身的气息 都被她带得清冷为几分 容颜兵的这七宝来刀 都是从最初就跟随着她 陈鹿刀是第一把 这七把菜刀全都是伪超神器 陈鹿刀飞起 悬浮到容颜兵身前 火焰之神的咆哮 正阳刀 红光闪烁 此时的气息就和先前烤肉时的气息 一模一样 正阳刀刀身较宽 刀变短一些 但充满了质感 炙热的正阳刀 与清冷的沉露刀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片就会开除了几分之一 二片就会开除了几分之一 一片就会开除了几分之一 也应该花开除了几分之一